然后香瓜的量 好像就没有西瓜的量这么多 那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把那个Data Frame 产生了 就把它Prate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那个Pandas里面用最多的 就是这个Data Frame OK所以你要对Data Frame 非常熟悉 那Data Frame呢 主要组成就三个东西 Data中间的 上面叫Colens 左边叫Indale 你不要搞错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题目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产生了之后的话 再来呢 请你帮我按照西瓜 特别注意 按照西瓜 所以特别注意 西瓜的什么呢 价钱 所以西瓜的价钱 把它按照 那个就是 地增还地减 地减排序 所以特别注意 要怎么样按照西瓜 地减排序 OK 其实如果在Excel里面很简单 Excel你就知道 油标放在西瓜架 然后按一下 有没有 就是如果像这个啦 你就按这边对不对 然后资料里面不是有个排序 你就直接按那个 D到A 应该是什么 它D减 D到A 好 好 马上就出来了 有没有 马上就看到最便宜的板桥 马上就出来 但是呢 在Pandas不是Excel 我讲过啊 在Excel里面是图形化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点选它的功能 但是呢 在程式里面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这 而且呢 我将来只需要把它print的这一块 OK 西瓜架多少 帮我重新排序 并且做输出的话 上面有一个标题 叫做以西瓜架递减排序 那程式的写法 基本上就底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个区块 那主要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一样呢 就是利用这个DF DF拿过来之后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点Sort的value Sort的底线value 所以这个 未来如果你忘记 所以上礼拜有讲过 可能大家问同意 应该都忘了差不多了 没关系 你将来你要找的地方查 OK 那怎么排序呢 后面记得 挖虎之后的话 给它参数第一个 叫by by等于 by的话就是 要依据哪一个栏位排序 那后面的话 你跟他讲 按照西瓜架 这个西瓜架 记得一定要跟上面 这边有的名称 有没有 Color有的名称 是一样的名称 你不要打错字 要不然你就是直接拿这个 来复制贴过来也可以 保证不会错 然后排序方法的话 就是这个ascending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true的话 是递什么 递真嘛 那force的话呢 就递前 当然我讲过了 你也可以输入零 也可以啦 零就force嘛 如果你懒得打force 那么长一算 你也可以打一个零 好 那接下来当然你就排序了 那排完序记得哦 你一定要把这个排序结果 再丢到前面 产生另外一个data frame OK 所以它排完序之后 它会return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data frame 所以我们也许前面用一个df1 去把它接到 然后呢 先print一个标题 以西瓜价递减排序 那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 把西 因为最后里面呢 只会有一个西瓜价的一个return 的一个栏 我把这个栏位输出的话 那我就把df1 把这个里面的什么 西瓜价帮我print出来 把它print出来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底下呢 就会有按照西瓜价来排序 就这个 这个就是print这个结果 底下的话就是按照什么 把里面查到的结果 西瓜的部分哦 OK 那我就把西瓜这部分print在这里 那index会跟得出来 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基本上这个就跟我们 试题本里面